现在很多春兰已经开花了 如果说我们的春兰出现这种情况 花开不出来 大多数原因是被害虫糟蹋了 哪怕是开出来 大家看到没有 开出来的这些花苞也非常的难看 开不好看 原因就是被一些小害虫祭马糟蹋 所以我们的兰花 不管是刚开花也好 或者是刚长新芽也好 一定要做好防虫处理 因为兰花的花芽 包括新芽都是比较容易焦虫的 那么在家里面养兰花防虫处理 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给它用上这种小白药就可以了 这种小白药使用起来方便简单 只是要在花盆的表面 给它撒上一小勺 然后给它喷点水 它就会溶结到土里面 除了能杀死土里面的一些小害虫之外 还可以杀灭叶片上 或者是新芽上的一些芽虫 祭马小艾菲等等 因为它是内饰型的 放入到花土里面之后 它会吸收到叶片或者是花芽上面 不需要再给它喷药 如果给它喷药的话 很容易造成药害 不管是家里面养的兰花也好 其他花也好 在春季这段时间 一定要做好防虫处理 因为天气回暖之后 土里面的害虫开始快速的活跃起来 没有提前做好预防 就等着被害虫糟蹋踏 好了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